原标题李箱推荐人均上千的高级餐厅张雨琪 说别买岁段明星咋不接地气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 明星比一般人收入高很多普通人加班加点 就那几千块可是明星随便上个综艺 可能就收入几百万 甚至更多明星有钱的自然生活水准也高了 所以有时难免不接地气 你看最近李箱就推荐网友去一家高级餐厅说 里面食物不错 在这家餐厅有很棒的牛肉 红酒和好吃的西餐 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去体验一下 可是网友一打听这家餐厅 在澳门人均消费上千元要知道 一般人可真的吃不起这种东西 有人觉得李箱在悬崽其实真的不是主要是李箱比较有钱 人均的消费层次就放在这里的李箱现在是公司管理层 平时还经常上综艺 收入肯定少不了 其实不只是李箱张鱼奇 也是这样的人啊 之前张鱼奇上直播和粉丝说千万别买一克拉以下的碎钻 因为拿不值钱这个道理粉丝当然明白了 可是一克拉的钻石好似五万块一般人买不起啊 张鱼奇还中草天价大台包 可想而知张鱼奇的推荐一般网友都不买账 不过张鱼奇说的是有道理的有钱人 之所以有钱就是因为消费观先进 你买一大堆廉价货没有保值的价值 就是浪费钱反而你买了贵的东西可以升值 其实就算投资了当然 一定是很大的 就是记得 要订阅